3 2 1 文杰廣播经转会大臣系列 这个转会大臣系列 当然就是说欧洲球团各大的转会 6月份的时候比较集中 先说阿仙奴那边 由于去到这一刻 几个重要的目标 似乎结果都大顶了 所以可以松一点时间 就讲讲其他欧洲球团的转会 6月30日、7月1日的时候 有很多不重磅的消息也爆了出来 包括了美神万事去曼联 一个金文哉去拜仁慕尼克 以及苏布斯莱去利物浦 还有一些教练级别上任 执教后们 第一集开来见各位 所以这集内容可能轻轻长一点 比较多的新闻消息 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讲第一单就是拜仁慕尼克 很鉴于拜仁慕尼克 自己也知道 各位球迷都看到 刚刚过去那季德甲冠军 其实真的要多谢多蒙特拱手相让 拜仁慕尼克在想 有些高层就来一队 沙利亚美石 如何维持德甲的统治能力 不得只出欧冠 你真的要认真 追上去曼城的水平才行 因为今届欧冠对抱 明显的水平是略低半线的 所以拜仁慕尼克在夏天 很快就搞定了两笔的签约 阿尔比萊比锡 那里有拉马的加盟 这个中场球员 另外在多蒙特 就挖走了 这个不肯续约的古里路 这位葡萄牙的国脚 第三单也是刚刚搞定了 那么大家 近日的传闻会看哈利加尼 未到他住 是他了 金文哉 以甲拿玻里的后卫 大家双方签订一份合约 据报是五年的 而金文哉的年生 在拜仁慕尼克 就可以去到一千万欧元 那拜仁慕尼克 这次是利用了 一个毁约金的条款 就是带走金文哉的 这条款就是有五千万欧元 但是这个五千万欧元 要在七月一日那里生效 现在已经生效了 二十六岁的金文哉 那就是拿玻里 重夺以甲冠军的绝对功臣 后方有了他 令到拿玻里成为了 过去一届里面 以甲失波最少的球队 他自己也成为 以甲最佳的中坚 看一看 这位中坚 四年前 是效力北京国安的 如今 就已经成为 欧洲球团 隻手可热的一位中坚 不去曼联 去拜仁慕尼克 绝对是 欧洲最顶级的 几间豪门球会之一 拜仁引进这个金文哉 也可以轻松地 释放 劳卡斯和乞兰迪斯 离队的要求 普遍坊间也会这样看 26岁的金文哉 正值在职业生涯的黄金时期 狀态也好 也够硬正 不易受伤 相反 放走的 劳卡斯和乞兰迪斯 本身转会费的身价十分高昂 薪金也不低 而且加上 连连的伤害 最近一次 比如说印大的重伤 究竟恢复起上来之后 能不能够 去到一个 十足十的状态水平呢 这个也是未知数的 放走它就不用猜了 另外一件事 要谈谈曼联 曼联最后能够以 六千万英镑的转会费 收购到美臣万字 车路士的攻击球员 本来第一次 第一次车路士都不愿意的 第三次出价的时候 就是去到五千五百万英镑 再加五百万的浮动条款 加上六千万英镑 车路士想想想 都是要制的 美臣万字都在做你的体检 因为最重要的是 六月三十日之前 车路士一定要做好盘数 如果不是他们去年 这么疯狂买人的话 根本是没有可能 过得到财政公平经济条例 大家想想 其实只剩下一年合约的美臣万字 这个价价都相当不便宜 其实万联从未退出过 争夺美臣万字 好了 现年24岁的美臣万字 出身至车路士的清分 一共为南箭市 上阵过195场比赛各行 奉献了33个入球 37个助攻 都是同样的 再次重新 只剩下一年合约的 这个六千万磅的总身价 大家认为是贵还是不贵呢 而搞定了美臣万字之后 曼联也会开始把心思放在 国际米兰的门长奥兰娜的身上 合谈这个转会时行 据民都是五千多万的身价 不过可能是欧元 个人认为美臣万字之后 很多朋友认为他的脚法 不是很突出 但我相当欣赏这位球员 因为他具有速度 肯去转型 也是团队性的协作精神非常之强 另外最印象深刻 美臣万字这场球反而不是英超 而是前几季欧冠有场赛事 车路士对着波图的时候 那场球怎么利用空间上落 跑动牵扯对手的防战 以及后上射门 各方面的表现 在进攻上来说 我都可以给他一个100分的 现在你看到曼联 过去那一届的进攻模式 或者突击的方法 你会看到前面有较多的空位 比一些具速度的球员去争夺 如果现在多过美臣万字 这个重心那方面的进攻性 可以说大大加强了 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回 新组那些不是没有脚法 但是他比较多向横内涉那种 的踢法 如果你放回英超 他向前带着波去推进速度 其实又没有想象中那么快 我个人认为 曼联一直不肯放美臣万字 一定有他的原因 第三单的转会消息 就是来自奥印斯坦和罗马洛 两位转会大臣 证实了 就是阿舌东维拉将会 施支4000到4500万欧元的资金 收购维拉里尔的西班牙国家队 中坚派奥托利斯 或者叫包托利斯 这位包托利斯 事实上他的名字 我相信大家都会很认识 因为过去那两个球队里面 无论是热刺 阿仙奴 这些名字都不断传出匪文 好像谈得很近磅 但是有减于当时他的转会法 仍然是不便宜的 所以就没办法转会成功 维拉里尔 艾玛利教哥 现在他阿舌东维拉的主教练 又是叫做艾玛利 同一个人 当然了 有了说明书 知道如何用法 所以买他十拿九稳 好了介绍一下 派奥托利斯 他出身至维拉里尔的清分 自从17-18球季开始 他代表黄色潜艇 一队上阵 这五年的球季里面 他从来都是担任主力的 上个球季出阵了47次 入了六个球 这个球季刚刚过去了 轻轻受到伤病的困扰 仍然出场有37次 同时他也是现役的西班牙国脚 参加过欧洲国家杯 也参加过世界杯 国际赛经验都很丰富 虽然不是欧洲大豪门球会的球员 但是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 帕奥托利斯也和一些 大名的球队 传出过匪文 包括我刚才说过 热刺 亚仙奴 以及曼联 这次阿舍东维拉 引入了帕奥托利斯 当然是艾玛利的阴点 因为他当年 在维拉利尔和帕奥托利斯合作 也奪得过20-21球季的 欧霸杯冠军击败的就是曼联 帕奥托利斯身高1.91 可以说上高度 去到英超 一点都不输蝕 作为一位西班牙球员 过去比我们球迷 看到最清道的地方 就是他脚下用球的能力 以及长拳 都有一定的水平 再加上他的速度也不慢 陷下来英超 好像一个很完美的首位 如果有了帕奥托利斯的加盟 再加上他们原本的干沙 明斯 还有一位 就是上届一来到 就重伤的迪奥高卡路士 把中坚 现在陷下来 如果各自按下他们最佳的水平 演绎出来的话 维拉的中坚位置也挺强的 4500万欧元 是维拉今次的洗费 也是打破了他们引入外援 或者叫做引入球员的转会费记录 阿舍东维拉 再加上不久之前免签的 那位比利时国家队的中场球员 泰利文斯 一下子 阿舍东维拉引入了两位 都颇具分量的球员 那我们可以想一下 上季的英超 你说不时会搞下局的 有宾福特 铁定搞局的 有伯伟顿 再加上一个 已经是前四分子的 纽卡数 等等等等 加上阿舍东维拉 在艾玛丽上任之后 下半局 按成绩 原来上个球季的下半季 阿舍东维拉的成绩 比阿仙奴还要好 那你可想而知 如果今届能够提早 祖军那方面 完成那个工作 进行这个季前的集份 磨合好的话 分分钟 维拉在季初的时候 会是一队 大家不用忽视的球队 这一队应该还我何山 加上这个炮托尼斯 中场那方面 有这个当鲁肯 现在全英格兽可热的中场球员 职及蓝丝 再加上这个 现在越来越成熟的 杜加拉斯雷斯 这位巴西国家队的中场球员 前线 又有屈件事 我觉得他们是加多个前锋 因为秘利的球 有时候都比较外围一些 这对阿舍东维拉 都相当惹人期待 第四段 第四段就是说说这个利物浦 那位利迷 当然大家很想念费命路 最后一场主场出击 都能够入球 上个球季那里 效力了利物浦八个球季 当然一直以来 三参击来说 他的入球率比不上文尼和沙拉 但是你不要说 去到今时今日 刚刚那季 沦为大后备 仍然在那项赛事 攻入了十三个入球 和五个助攻 球季结束之后 选择自由身 就不再和利物浦续约 本尼传闻当中 他有可能去皇马 或者是巴彩 最后他选择了沙特阿拉伯的联赛 转会大臣罗马路就说 费命路就已经是 跟沙特阿拉伯球会 伊太哈德达成了协议 最终的落实签约 应该就还差半步 这份合约居民 费命路跟他们签约 签约到2026年的 另外一件 利物浦也同时 官宣就是小将的法比奥卡华路 将会来对加盟 RB来比石 放心 是借用的 借用过去一季 法比奥卡华路 可以适任中前场的多个位置 其实上个球季上半季 大家经常见到他上阵 但是下半季 大家都很明显 看到他很明显 就没有什么上阵机会 所以他还年轻 现在二十岁 让他多一些机会 出去磨练一下也好 那位利物浦也都可以放心 法比奥卡华路 今次的借用 是不包含买断条款的 事实上利物浦也不想失去一位 极具天分的年轻攻击球员 将卡华路 借到RB来比石 同时间 RB来比石 就找回绝对的主力 他就是匈牙利的国家队成员 国脚进攻中场 这个苏保斯 记得 两三大之前看他在萨尔斯堡的演出 都知道这个球员很有潜质 其实当时他的名字已经不断传出来 不过我就觉得还差点火候 还有身体的抗衡性 还是差点 在每90分钟的比赛 我也是看欧冠的赛事 觉得他90分钟的时间里 那个起伏 也是比较大的一个球员 慢慢慢慢 在近两年看来比石的比赛 你会发觉这个球员的硬性程度 是提升了 据问利物浦就激活了 苏保斯丽和来比石的合约 6000万英镑的毁约金 另外一家本来有兴趣的球会 纽卡素 其实较早的时候 已经退出了和利物浦之间的 这一场争夺战了 苏保斯丽 目前22岁 匈牙利国家队的主力成员 2021年的下季 就以2200万欧元 加盟RB来比石 在第一个球季 已经进入了10个球 以及8个助攻 这个球季 已经进入了10个球 13个助攻 在RB来比石 刚刚对上的球季 或者叫做制造入球 的总数 就是助攻加入球 那方面 只是仅次于转投过去车路市的尼昆股 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幻想 如果踢回三中场 两个中场后面 会是法宾奴 以及麦卡尼士打 突然一点的那位 就是苏保斯丽 这也挺令人憧憬的 苏保斯丽过去RB来比石 其实有很多时候 是安放在右路遮击的位置 到底利物浦如何选择安排呢 这个 或者真的要看一下 他们归前的磨合得出了什么结论 就在这里 我又做了一点点功课 特别是利物浦 当然要 呈现多些东西给利物们 就拿了 从一个网站的数据统计 他同时 除了列出苏保斯丽之外 也列出一堆球员 包括德国国家的布兰特 以及 效力曼联的 班劳·费南迪斯 我贪玩 就拿了他和 班劳·费南迪斯 来比较 纯粹参考 因为不同联赛 球队的不同风格 都会有影响这些数据 数据 不过 即管 我们硬强比较 在过去的球季来说 苏保斯丽上阵 一共31场 就26次正选 班劳·费南迪斯 就37场 37次都是正选 入球 苏保斯丽有6个 班劳·费南迪斯 有8个 射门 苏保斯丽58次 班劳 就有90次 中目标 苏保斯丽有28次 班劳就32次 按中目标的比率 苏保斯丽似乎 比率就高一点 有48.3 班劳是35.6 当然 随着你起脚的次数增加 平均率就一定会 拉低了一点点 现在传送方面 过去的球季 一共的传送次数 苏保斯丽是1262次 而班劳·费南迪斯 是1498次 如果我们再拆散 短存方面 以及中距离的传送 以及长存 虽然看上去 班劳的传送次数 会比较多些 比如说 短存665次 对767次 中距离的传送 405次 对495次 以及长存 145次 对181次 但如果你看回全球成功率 各项 苏保斯丽又高一点 87.8 对85.5 这个就是短存的比率 而中距离的传送 苏保斯丽有成功率 有82.5% 而班劳是78.2% 去到长存 苏保斯丽有69% 但是 班劳·费南迪斯 是54.8% 在长存的差距 所以两者之间 苏保斯丽就明显地 都很明显地 比班劳·费南迪斯 不过重申一句 这是因为来自不同联赛的关系 或者是不同联赛 他们本身所面对对方手仗 那个级数的问题 都有影响的 我这样去做一个比较 因为如果你要作为一支球队的进攻 根据输楼担带来说 班劳·费南迪斯 就揹起了一支曼联赛 这个你不能去否认 但是对比苏保斯 能不能做到呢 在RB 来比石 其实很可能 有时候你也会看回一些数字 就是说 靠前线个人球员的 个人的搞作突破 譬如尼昆古这些 摆到德格 凭着个人能力 已经可以一个人做到很多事情 但是英超其实也未必可以 因为英超的水平相对地 的而且速度感是比较高一点的 那你变成要很多球员 大家相互走位的帮助才可以 那苏保斯在这方面 我们暂时可以 你当成全球的眼界是不差的 但是如果受到较大压力的时候 能不能够保持这种稳定的水平呢 我们要再看了 好,那接下来这一部分就是说法 再看传送的种类 不过这个我觉得 参考价值暂时就不太大 另外在那个 入球和射门的那个 创造机会那里 这个苏保斯有150次 班劳菲南迪斯就219次 那你至于生波的推动 是94次 班劳就164次 至于你说静止球的 传送那方面 就31次反而 苏保斯里反而就多 比这个班劳菲南迪斯 但是你说三波的推进 传送制造这些入球的机会 都是那一句 因为曼联 都很多时间会踢突击的 前场空位比较大 一两个球员 固着那波向前推进的时间 会比较多些 我看苏保斯里 那个盘球推进的灵活性 它又不属于 班劳菲南迪斯 好了 接着到防守 再次重新 由于因为苏保斯里 上个球季上阵的时间 比较少一点 因为它是 虽然说它不是怎么受伤 但在上阵时间 是比班劳菲南迪斯 少了九场球 所以某些数字 可能次数 都会相对少 包括拦截的次数 45-68 是比班劳菲南迪斯 比班劳菲南迪斯 尤其是两者 相距最大 是去到自己 防守三区的位置 班劳菲南迪斯 的存在感 会比较强大些 苏保斯里 比较缺乏 至于在控球 持球方面 同样 足球的次数 苏保斯里 上个球季是1908次 而班劳菲南迪斯 是2407次 虽然是这样 去到中场三区 那方面 即是中场中的位置 那里 两次之间的足球次数 其实很接近 你要知道 班劳赛多 接近9场球 大概的时间 8场球 但是次数 就952次 到966次 那你如果按 切开的比例来说 其实 如果在中场三区的位置 苏保斯里 控球的 出现的机会率 就会在这一区 就比较多些 那好了 去到这个进攻三区 又回到 班劳菲南迪斯 现身的机会 会比较多些 就是这样 因为 班劳菲南迪斯 也是那一句 经常要 后上撒顿华入 去禁区 去支援队友 接下来 就是总计的 pain time 这个也是 去到总上阵时间 那里 苏保斯里 2444分钟 而 班劳菲南迪斯 就惊人了 3316分钟 他基本上 也是过去英超里面 除了说 全球 送出过头球 次数最多的球员 其实他的上阵时间 总计里面 都是英超排行前列的位置 至于苏保斯里 过去有没有 一些严重的伤害呢 是有的 就是刚刚转头了 阿比萊比锡 2021年1月份的时候 很不幸有一个重伤 足足休息了超过半年 搞到那一届的欧洲国家杯 他都没有办法 代表国家对上阵 一共停了191天 缺席了52场的赛事 相反 近这两年 近这两届来计 严格以上 他只是停了4天 错过了一场球 不算那些 教练要轮换的时间 其实看完苏保斯里 会加盟利物浦 都令我想到 等于阿仙奴球迷 我想会有些 新同感受的 就是在说 夏域斯的加盟 究竟阿迪达 实际会是怎样用他呢 真的 亦是多方面的应用 这个也是 我觉得这一届 挺有趣的 因为你看到 那些教练引入球员 或者球会引入 一些新外援 其实他的摆位 会是怎样的 例如尼昆古 你纯粹放在哪里 还是放在中路 那里 作为一个揣扰性的前锋 构局 其实这些都可以做的 但实际上 运行又是否这样呢 真的都很值得大家去 指上谈兵研究一下 好 接下来到第五部分 第五部分 就是说巴黎圣日耳门 巴黎圣日耳门 上届开始引入一些 平民化一点的球员 相对来 例如法比奥雷斯之旅 那些球员 或者叫域天亚 域真亚 亦造 都是一些 或者有潜力 或者潜力上代發掘的球员 但是上届整体的表现 仍然难以尽如人意 而今届同样很快 引入了几位球员 包括了 免签阿辛斯奥 是士布廷引入了 很刹得球的中场球员 乌加特 也有李江仁等等 现在就有 劳卡斯区南迪斯 当天8千万欧元的 转会费率拜仁 现在应该是大约 5千万欧元左右的新价 就可以加盟巴黎圣日耳门 已经抵达巴黎了 劳卡斯区南迪斯 返回法国 签约到2026年才会 又不是很长 他也27岁 劳卡斯区南迪斯 19年7月份 就以8千万欧元的转会费 从马德里体育会去拜仁 当时成为了拜仁队里面的 转会费的标王 但是很可惜 伤患太多 出勤率又不是很高 第一个球季已经是重伤 效力拜仁四个球季里面 一共只为拜仁各项赛事上阵 107场比赛 入了两个球 八个助攻 最重要的是少上阵 刚刚过去的球季 由于代表了法国队 征战2022的世界盃 过程中 又再次遭遇到重伤 而都知道再到成季 就报销了 整个球季刚刚过去了 一共为8人上阵 那十一场 希望劳卡斯区南迪斯 可以有个健康的看法 因为这个球员的水平 一直以来都受人赞赏 贴身的迫抢能力是相当高的 但又容易受伤 很多时候那种叫做得物无所用 看看这个教练是有没有用的 说的是大巴黎教练 同时也有一个转变 就是前西班牙国家队的教练 也是前巴授隆拿大教练 安力基就会上任 取代了加尔哲 上阵的教练加尔哲 因为涉及一些种族歧视的行为言论 被尼斯那方面的警方逮捕了 还要跟他解约 大巴黎就赔回600万欧元的解约金给他 跟安力基签约谈好了 据文就是两年的合约 大家知道安力基以往 执教过赤尔达、罗马、巴塞隆拿 西班牙国家队 都拿过不少奖杯 譬如说带领巴塞隆拿的时候 拿过一次的欧冠 一个世界冠军球会杯冠军 一个超霸杯 两次的西甲 三次的国王杯 一次的西班牙超级杯 到了1922球櫃前后两段时间上任 去搞西班牙国家队 到了欧国杯2020年 2021年举行的那一届 就能达到4强 世界杯16强 虽然输了给摩洛哥 但是起码 他们仍然是不失自己的本色 我觉得能够踢回自己的球 阵中也有不少出色的年轻球员 譬如嘉维和帕迪 前锋的级数只差一点 现在没办法了 怎样攻击也攻不进 他不是说他可以化腐脑为神奇 现在来到大巴黎 安利基的前途是怎样呢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也是一个主观很强烈的教练 他敢于起用一些新人 这个我们过往也看到 敢于擠走一些大牌 他认为不适合他一套就不用了 去到大巴黎 尼玛还在 麦巴比又说不走 怎样处理这些大哥级别的球员 都挺好看的 虽然他以往都和美斯合作过 好了 说完一些成功的 或者叫做成事的转会 又说一下一些 突然之间中途卡住的转会 好吗 就是说这个 涉耶治 涉耶治记得他在冬季 刚刚过去的球季里面 原本就几乎转会过去的大巴黎 但是去到最后一天都要继续 因为车路士在准备那些文件 传递的合约 就出了问题 拖延了时间 过了时间 搞不及 我当时就觉得 这件事似乎有点古怪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总之选去涉耶治 又不能转会 剩下一个半季 都是混混恶恶的 那这次就可以转会了 去沙特阿拉伯的艾纳沙球会 跟斯朗做队友 想着他会不停助攻给斯朗 谁知道 出现了问题 涉耶治在看检验的时候 就被查到 他的膝头哥有点问题 权衡利害之下 阿拉伯就想着 缩一缩缩先 放弃了这次的签约 涉耶治不是走不醒 但又去不了另一间的球会 而且这样让开了 说你的膝头哥有事 你跟着下去怎么办呢 另外一位 就是带领国际米兰 踢入欧冠决赛 输给曼城的 他们的克罗地亚 国家第一个中场球员 我个人相当之喜欢 非常欣赏的波索域 但是他这个时候 就去沙特了 我就觉得 立即开始有些少少保留了 为什么不学习 他的师兄 摩迪力这样 以他的能力 去到任何一间的 欧洲豪门那里 都可以占一席位 他现在就要去沙特阿拉伯的暖赛了 但是波索域 这次去埃纳沙 这方面来说 他自己个人的问题 未必占最大部分的因素 因为之前有很多间媒体 都报道过 表示波索域 基本上确定会 是转会加盟埃纳沙 转会费是2300万欧元 波索域将会在三年里 获得总共加1亿欧元的薪金 以及签字费 这个消息之前已经得到 转会大臣 罗马洛的 Here we go 的确认 但是 现在 据文 意大利的天空体育记者 迪马齐奥 所报道 就是说 阿拉伯沙那边突然之间 希望 转会费那里 改改条件 之前2300万 调低一点 我们去到1500万 先支付你1300万欧元的转会费 然后包括浮动条款 这样似乎降低了很多很多 国际米兰就觉得 一来不见了800万 剩下1500万 你还要先支付1300万 那两百万 你都要玩浮动条款 有没有搞错 国际米兰就拒绝了 令到这一笔交易 就陷入了一个停滞的状态 但是我自己个人也看过一些报道 就是说 波索域自己要求的签字费 那方面 也有点大咬 所以令到阿纳沙方面 也不是很愿意 进行这一次的交易 那到底实际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波索域都铁了心去沙特挖金 这个也是毫无疑问的 OK 立刻看看他的事态发节目是怎样的 第一集的撰会大神的节目时间 就来到这里 是 对 那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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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